臺灣武航週末才剛招募新鮮 看好觀光復書 二十三號再宣布將開買 二零二二年冬季機票 特別是首創國內機票吃到飽 分別有三種套票 日本不限航點來回機票 每套售價五萬兩千八百八十八元 等於單次來回才五千塊 還有日本 韓國不限航點來回 每套售價十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最令人羨慕的是 日本不限航點來回五個月內 無限次數搭 售價二十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疫情下重創航空業 業者也得想噱頭 想花招促銷 不過像這種搭到飽的方案 國外聯航也玩過 亞航在二零一五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推出了東南亞的套票 只是那個時候是疫情前 大概五千塊台幣 大概可以飛個十趟 那現在變成是五萬塊錢飛十趟 根據萬事打卡經濟研究院報告 全球旅遊機票訂購量 今年四月暴增 比疫情前還高百分之二十五 可見復甦的力道之強 只是專家認為短時間內 臺灣人可能暫時還是有所顧慮 隨著疫情得到控制 旅遊業航空業都超前部署 長榮航和華航新雲也都陸續釋出職缺 要大舉爭財 搶攻解封商機 近新聞 曹子安 許惟成 採訪報導